中華民國111年2月17號星期四 老師今天是我們的疫情 2022農曆年來的首掛 我們現在祝老師生日快樂 雖然過了 但是老師一來就跟我說 上個禮拜都在過生日 我就聽了很壓抑 掐集算上個禮拜兩個大節 情人節 原宵節 後來想一想 難道你跟玉皇大帝同意 果真 大帝級的 你是大帝級的 天公仔 初九耶 天公仔 難怪你天賦異稟 所以這有時候帶有天命的 對 真的是 是不是有天命 而且我就是說 這種宗教的緣分也是 跟玉皇大帝 我記得你說你會寫那個福 這個太神秘了 這個不能講 我怎麼可以把這個秘書講出來呢 這是不行的 好老師今天呢 先講好消息就是你要出書了 對對對 出九孫的意義 黃思訊老師要出書 好幾月哪個黃道幾日 就是三月三月二十一號會上市 但網路書店就是伯克蘭網路書店 我們會三月十四號凌晨十二點就開始預售 我要凌晨十二點 而且 先焚香 而且我有那個簽名版在那邊 你預售就可以拿到簽名版 當然要提早 你要提早買 老師要加持一下 對 就我有 不要說過火 過火什麼之類的 大概有兩百本在伯克蘭 書名 書名叫易經白話講座 白話最重要了 易經比較不重要 那個白話兩個字非常重要 易經白話講座 不用基礎也可以看得懂 太好了太好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要先預告 因為假使你一年 一個人有買十本書的cota 就是額度的話 你們先不要買了 記得其他的先別買 先留一本 留一個額度 三月份的時候 老師易經白話講座 要隆重上市 對 來老師你自己出書 或者做繁重大的日子 你會補掛嗎 不會 因為這是 我上易經課 已經上了九年了嘛 那這個是從我 自己上易經課 我都會寫講義 就我把我的講義 大概濃縮成三分之一吧 就是把這個書寫出來 所以還好 因為是已經寫了九年 所以也沒有很辛苦 寫這個書沒有很辛苦 這個不是我是說你上市的日子 上市的日子沒有 我現在我都是尊重專業 專業人士就是行銷啊企劃 他們覺得怎麼處理怎麼好 我就完全配合 真的 編輯說這句不行 那句不好 這裡要這樣改 那裡要這樣改 我也完全服從 我那天那個 本來要做一件大事對不對 算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覺得其實以往來講 我都不會去抽籤什麼的你知道嗎 補掛什麼的 結果我那天就覺得 突然間覺得我要補掛你知道嗎 補掛然後就覺得那電腦的啦電腦的 然後他就說猶豫不絕 一半一半 然後就叫三思 叫你不要看快 講到一半一半猶豫不絕對不對 三思謹慎慎行 我就想算了不去了 對就決定不去了 好我們現在有直播在我們中華流行網的官網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王希勳老師 老師那個過年有做什麼 特別不一樣嗎今年 我今年就是做了四場演講 上次我們有跟大家報告 就是對過年這九天的假期 開工的前一天嘛 對我覺得我們放假第二天我就演講 就禮拜六就演講兩場 然後收假前一天 我就做兩場演講 所以過年期間其實我都沒有 這有意義 我都沒有放假 就是在準備這四場演講 不過有很多人說 因為今年我們不是隔離很多日子嗎 對不對 很多人都不覺得過年有特別的感覺 就感覺說好像平常都已經在家很久了 時間了 反而就沒有過年 特別感覺在過年了 我今年也跟朋友提起這個事 我就問 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覺 去長大之後 就小時候過年有年味 現在過年就只跟一般放假一樣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氣氛 就是放了一個比較長的假期 好像氣氛跟小時候不一樣 我就自己也想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大家可能都忘記 就是我們小時候過年的時候 每一個人在過年的時候 一定都會做一兩件兩三件 你這輩子從來沒做過的事 小時候一定有 你仔細去想一下一定有 但是我們長大以後就不在 不在一個特別假期裡面去做一件特別的事情 你比如說 比如說 我隨便舉例 我第一次喝酒 小孩子怎麼能喝酒呢 但是因為是過年的關係 氣氛不一樣的大人允許你喝個酒 比如說允許你加一點汽水 跟高粱酒加一點汽水 讓你喝喝看 嘗一嘗看 那我們小時候一喝很快 整個臉就紅了 那個這個感覺跟這個印象 一輩子都忘不了 所以我們小時候 每一年一定都會有好幾個 這種這樣子很特別的經歷 比如說我第一次上麻將牌桌 也是小時候 也小時候過年的時候 因為平常小孩子上牌桌 大人也不太喜歡 但過年的時候 喜氣上牌桌也好 還叫你怎麼打 這個就是只有小時候 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一想說 我們其實現在沒有年位 會不會是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沒有新鮮的 這種 沒有 因為太多新鮮事都在手機裡 所以大家 以後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非常創新的 就是過年除夕開始 就不准看手機 全部把它鎖在保險箱 這樣就會有年位了 我一想到說 我得做一個特別的事情 我就今年的過年 我就做了一件事 今年欸 老師你這個習慣好好 你這樣已經做了 至少有100件新鮮事 我就帶著小孩子一起做果醬 我就做這個 既東北酸菜 柑橘果醬 柑橘的就是橘子嘛 對 碰乾的橘子嘛 碰乾的橘子嘛 對 怎麼做果醬等一下 工商服務的時候講 老師怎麼做果醬 果醬 好你要先把皮剝掉嘛 這一定的對不對 是好 對我先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買 不要買太甜的橘子 因為果醬太甜 那就沒有意思了 你還要放糖嗎 這一定要放糖 為什麼呢 那已經是橘子已經很甜了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現在橘子都偏甜 對 所以你要選的時候要自己先吃吃看 你最好選帶一點酸味的 做出來果醬才好吃 你特別去選甜的橘子 做出來一點特色有沒有 而且那好老師 第一個橘子有紫 你要用手工 這就是最麻煩的地方 一個一個把它去掉 去紫對不對 不但去掉 要把粗的纖維 那那個金呢 對 那白色那個也要去掉 金也要去掉 那個怎麼煮都 都不會爛 對 那你要把那個半剝開嗎 要 要 就是要 這就是最花時間的地方 那個橘子就要剝好久 你要把橘子一半一半 你把它分開 然後把比較粗的白色纖維 一個一個去掉 再把紫一個一個去掉 這是最花時間 我決定用買的了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橘子果醬 因為我 我感覺那個酸的味道好吃 然後就冬天 它也是很容易取得的一個水果 就是這個時候的時令當季 當令的水果對不對 那煮了這個果醬 你怎麼弄 就你把它 主要是那個皮 皮也不要丟掉 皮也要先用熱水煮過一次 或者是在裡面燙一燙 至少燙個兩次 然後把那個水倒掉 剩下的皮拿出來再洗一洗 然後把皮的那個內側 內側的白的部分 白的部分用那個湯匙把它刮一刮 脂肪啦 對 因為那個也有苦味 然後把那個刮掉 那就剩橘色的部分 就剩橘色的這個表皮 那外面黑黑的呢 表皮就切絲 對 太黑的就不要用了 有點像做柚子 對 對 表皮就把它切絲 切絲以後跟裡面的果肉 一起放下去煮 好 我們今天的是我們的 開工日首來的老師 老師3月21號要出書叫做 《易經白話講座》 好流暢喔 唸得那麼熟啊 顯然我也要買一本啊 有簽名版對不對 會在伯克萊這些書店都可以有 在伯克萊書店3月14號就開賣了 沒有這個基礎的 應該一看也是顯然就會懂了 因為它是白話版 對 好 我們現在有直播在中華流行網 老師一見要講的是 訓掛 訓掛 好 果醬下次講了 好 要留一些工商服務講的 就是果醬的方法 訓掛 這訓掛可不是我那個名字 那個訓 這個訓掛是選舉的選 選擇的選 旁邊 對 旁邊那個走字邊不要 剩下的那個字我們唸成訓 訓是什麼意思呢 訓是風的意思 哪個風 吹的風 風徐徐的吹 這個叫訓 你大家記得這個 很難捉摸的一個 就是它無孔不入 我們風不是說有任何一個小孔風 都可以吹進來 對對對 所以叫密不透風 我一天講密不透風 就是只要你有 你不是很密 你只要有透一個孔 風就吹得進來 是 所以這個風就是 再怎麼細微的地方 它都可以進得進去 只要你有 你有一個縫隙 我就進得去 所以它是一種 用在人身上 就是它這個手段 身段很柔軟 它就是可以 對你就是非常殷勤 給你提供各種服務 然後跟你 讓你建立好的印象 跟你產生好的關係 微風徐徐 這個風還有一個意思 你比如說西游記裡面 這個孫悟空 對 後來不是被二郎神打敗嗎 就被抓到天庭去嗎 那不是有一個神仙叫太白金星 他不是煉了有個煉丹爐 就是那個叫做八卦 八卦爐 八卦爐裡面就會燒火 他就把孫悟空關到那個八卦爐裡面 那裡面是三昧真火 就很熱 孫悟空給躲到一個比較不那麼熱的地方 他就躲到哪裡呢 就八卦方位裡面的訓味 訓是風 風就把火溫度給降低了 就是吹就吹就 溫度就比較低 所以他在那邊水沒有被燒死 可是因為風 可是可以把熱吹走 可是那個煙還是會產生 所以孫悟空眼睛就變成紅色 叫火眼金金 金金 就是 所以我們說訓這個方位 就是他可以避祸 然後躲 可以躲 他可以稍微躲一下 火都燒不到他嘛 所以就是訓這個方位 我們一般就是說 是一個避祸的方位 是 而且風吹了 好像也可以把你的一些什麼東西吹走了 對 然後訓的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他代表一種消息 這個到現在 這個寓意我們現在都還在使用 比如說政府想要 想要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我們民眾對某一個措施有什麼反應 他是不是先吹吹風 對 或者放點消息出來 風聲出來一下 對 放一點消息出來 這叫出來吹吹風 這風就代表訊息 那比如說這個我們廟會 像我們這個 這個媽祖出巡 媽祖出巡比較大的隊伍 第一個人 那個不是有個叫爆馬仔嗎 對 寶貝亞 寶貝亞 寶貝亞也有另外一個稱呼 叫什麼 寶紅桃 我們這個宜蘭有很多就這麼講 就是講寶紅桃 為什麼用紅桃 為什麼用風呢 就是訊息 什麼訊息呢 他要站第一個跟大家講 這個神教要來了 神教就在後面 大家要是哪裡不乾淨 趕快打掃一下 要是這個不要擠在這邊 小孩子不要亂哭 到旁邊去 就是要把路讓出來 我們這個整個叫班要過來 所以他也是一個 一個一個讓讓你可以就是 先告訴你有什麼消息的人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才可以躲嘛 對 如果是不好的話 是 那這有什麼好 有沒有什麼積極的呢 好 這個訊 訊話我跟他說 他是一個服務性的掛 你譬如說 我在前面傳遞消息 跟大家講 後面大隊伍要來了 這其實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你不要忘了 在一個公司裡 如果你是幫老闆傳遞訊息的 其實表面上你是小角色 但實際上你是大角色 實際上你是大角色 而且你也要想 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一個老闆級的人 他旁邊一定要有一個 扮演這樣子的人 有時候幫他傳一下訊息 有幫他處理一下一些 私人的事情 有時候就是做一些雜物等等的 這種人你不要輕視 因為這種人他表面上 在公司的層級不是很高 可是他的地位很高 他公司的層級不是 也許他薪水也沒有很高 但是他的地位很高 有一些重要的幹部 有些話不好意思直接講或是不敢講 或是怕講了以後老闆生氣 還得先問一下這個 老闆身邊的這麼一個人 還得問一下他的意見 所以我們以前常說 探一下口風對不對 是是就是跟這種人 你這個口風緊不緊 就是跟這種人探口風 真的我們現在都是問那個你知道大樓的 比方說一樓的警衛 掃地的 這個都很多消息 從前古代啊 古代比如說你想要去拜訪一個大人物 你要先自己寫一個帖子 一個拜帖嘛 就是說你是誰啊 想要來拜訪默默 進一見 誰幫你傳這個拜帖 是不是管管門口的那個人 對就是門封的 就管門口那個人 他表面收你的拜帖 會不會真的傳進去 你你不知道 所以你除了拜帖交給這個門口這個人 你還得再附一個紅包 你還得附一個紅包給他 看他要不要幫你把這一封送上去 他請他用這個比較快的速度 或者甚至再美言幾句 再美言幾句 也許這個主人就很願意接 很願意接見這個人 這個就是你不要看是小人物 但這種關鍵人物 對常常是關鍵人物 你不通過他 你就沒有辦法接觸到大人物 對對對 沒錯沒有 我們今天call in 沒有經過我們這個翻翻 沒有經過翻翻 瘋瘋 我們也沒有辦法 你們最好call in進來呢 你們也先說 最好另外附一個紅包 中訪第一美人翻翻 我們再考慮看看 要不要把你的電話轉過來 所以今天也會有一些 待會再接電話 先不要現在打 所以老師這個掛 其實是有一點怎麼講的 就是說透露消息對不對 對 趨吉避凶 如果你可以知道這個是消息 他的重點 他的重點不在趨吉避凶 他的重點在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 我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就知道 我請問一個大老闆 他旁邊需要一個人幫他做這樣的事情 請問他選擇那一個人的標準是什麼 自己人 一來是自己人 但如果說沒有自己人 那你的挑選人的標準是什麼 人脈很廣 剛好不是 絕對不是 真的 我們想一下 難怪我不能當大老闆 等一下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挑錯了 橘子果醬老師 第二個橘子果醬你說 巴了絲了對不對 老師先喝好 可以嗎 可以喝嗎 我先重複一下 老師說把橘子呢 去皮 刮皮裡面的脂肪白白的 然後再脫絲 然後再去紙 對 那個皮要煮過 因為皮比較髒 但是煮過不要再曬了 它已經是濕的 它是濕的了 煮過一次 或者有些人堅持要煮兩次 那也可以 弄出來把皮裡面白色 嚷再把它刮一刮 嚷啦 終於知道那個得念了 然後你切絲 切絲好了以後 這樣就可以一起放到鍋子裡面去 把那個果肉 沒有紙的果肉 然後果肉橘子皮 然後把糖放進去 然後開火煮 另外呢 你呢 我大概是用五顆到六顆橘子 就是碰桿 我是用碰桿煮 五六顆 對五六顆 然後另外我就再用兩顆檸檬 加重酸味 對不對 主要就是要 那檸檬的皮就不留了 檸檬皮不要 除非是黃檸檬 黃檸檬是萊姆 對 你可以把皮也削一眼進去 那個很好吃 那你可以用那個 跑刀 對 跑刀你也可以把它削一點進去 那老師你是汁還是連檸檬肉一起煮 檸檬裡面白的更多 所以白的千萬不要進去 所以你就擠 擠啦 用擠的 然後如果那個檸檬肉也掉進去沒關係 OK OK 好 然後再加在一起了對不對 加完就煮 煮煮 要加水嗎 要加糖 不要加水 不要加水 一滴水都不用加 一滴水都不要了 一滴水 因為橘子本身就很多水分了 然後你就加了糖 小火 要中火 一開始要中火 可是那樣子就焦掉了 不會 中火不會焦掉 而且裡面很濕 它因為橘子很濕 現在水分很多 所以它很快就出水了 因為你已經把它撥得像柚子那樣子 對 你把那個粗的纖維都撥掉 其實它裡面的水分跑出來 你為什麼不把它先拍一拍呢 你也可以 但是因為它出水已經夠快了 你不用再把它拍 對 好 我們回來了 好 我們剛才講 老師你說要派一個這樣子的人 對不對 你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我剛才說要選人脈很廣的 錯了 你以後要當老闆 你可以找我當顧問 我幫你選人 因為你會選錯人 真的 康浩選到不能的人 對 不能選那個人脈廣 走漏口風 第一個 第一個標準就是 這個人忠不忠心 一定是以這個做第一標準 第一標準 不忠心的人 你怎麼放心 讓他一天到晚在你旁邊 那信任跟忠心還是有差別的 一樣 他忠心你就會信任 他不忠心你怎麼會信任 他的忠心是 你對他信任的基礎 這樣子 他如果對你不忠心 你怎麼可能會信任 可是有時候有些人就是會看錯 我很信任你沒想到你卻背叛了 他就是不忠心啊 長得很好 很會長的那種人 那這個要考驗 好 這個忠心是需要考驗 忠心第一啦 忠心一定要第一 對 有了忠心 從有忠心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訓掛給我們的功課 我們讀訓掛最重要就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說我們可能 我們每一個人條件不一樣 像有些人可能他這個念的大學不是很好 甚至沒有大學畢業沒有關係 有些人會說哎呀我這個智商沒那麼高 我人家智商都一百多 我智商就九十幾八十幾 這也沒關係 有些人說哎他這個電腦也會啊 這個也會那個也會有很多技能 他找工作當然比較容易啊 我這個也不會那個不會 我跟你講也沒有關係 那有關係的是什麼 對啊 我跟大家說啊 有一種能力我們都忽視了 就是忠誠 忠誠是一種能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忽視了 我們現在一直強調專業能力 我跟你講 人跟人相處 最基本就是忠誠 這個忠誠是完全被大家忽略的能力 而且這是每個人都有的 每個人都有 可是你都忘記你有了 而且你也沒有用到啊 是 所以我們要怎麼用呢 你知道孔子啊 孔子講一句話 他說時事之意必有忠信如秋淹者 不如秋之浩雪 我把它翻譯成白話 跟我那個易經白話講座一樣 我把它翻譯成白話 完全知道我聽不懂 就說我們這鄰居十幾户人家裡面 你們不要給我孔子好像博學都很厲害 我跟大家說 我沒什麼了不起 就人的資質來說 我們附近鄰居十幾個人 隨便挑至少挑到一個人 資質跟我一樣 忠信 忠信是人最基本 而且是最重要的資質 然後那為什麼他最後的成績對在社會上表現沒有我好呢 他說不如秋之浩雪 他跟我的差別就是我比較浩雪 我每天花在學習的時間有八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可能他每天只有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是我們拉開差別的原因 但是就我們最重要的那個人的那個資質 那也是一樣的 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專業能力上不如人 那我跟你講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能力 就是最基本的忠信 拿出來用 對 一定要拿出來用 這個可能就是你成為關鍵人物 對不對 得到大老闆信任 雖然我沒有什麼特異工人專長什麼的 但是我忠誠 對 忠誠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但被我們忽略 而且忠誠不用學 對 學了反而不忠 忠信這種東西是天生的 你不要學 學了就心機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訓掛要教我們 我們只要忠誠 接下來你說我專業能力不足 沒關係 我跟他講 你接下來你的事情就是 你要挑對一個好老闆 老闆要忠誠 你只要挑對一個好老闆 你覺得這個人 值得你對他忠誠一輩子 老師 這個問題來了 有時候就是你世人不明 這個就問題了 其他的掛都要匯這個匯那個 訓掛別的不用匯 唯一要匯的一個就是要懂得 誰是有前途的老闆 這是他唯一要匯的 我看一斤六四掛 此掛最難懂 他只要匯這一件事情 其他的掛要東匯西匯 要匯很多事情 但訓掛只要匯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不要跟這個人 就匯這個掛嗎 你就挑人 就挑人就好 挑對人 你就少奮鬥十年 你挑對人 然後忠心 你就少奮鬥十年 那不免俗 我們又要問了 問在婚姻上面 可不可以呢 婚姻的訓官 也是挑對人 也是挑對人 他會不會對你忠誠 對不對 不是 你要先對他忠誠 我要先對他忠誠 你要對他忠誠 然後你才 你才挑一個 值得你對他長期忠誠 但是你自己要先忠誠 你自己必須要有忠誠的 這樣的品質 所以這個用在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 老師要解釋這個掛 呈現出來的意義呢 例如一件事情 就是我舉一個掛像的例子 比如說你去印證一個工作 你會印證過了 忐忑不安 不小心上了沒有 不出來 不出來是個訓掛 那你說上了沒有了 一般上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表示對方對你覺得 固然可能中間能力不足 可是他對你印象 覺得你很老實 覺得你回答很實在 覺得你不會誇大自己的能力 這都是屬於訓掛 就實實在在的給人家的那個感覺 哦懂了 然後又知道 這訓掛還有一個 就是你服從性很高 你不會在 在人家口試的時候 就問人家說 你們這裡要不要加班 不會 因為你表示說 你要問人家會不會加班 就是其實你服從性不高 但訓掛的人不會問這種 你們要不要加班 你們別人加班我就加班 他一定是這個 只要別人加班我就加班 怎麼感覺是好適合當軍人 不要問國家要你做什麼 軍人就是要 他的品質就是要包含有訓掛的品質 所以雖然說 老師你跟他說訓是風聲的意思 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補掛的人 其實就代表你自己就是那個戴風的人 所以你要忠誠 你不可以走漏風聲 走漏風聲是訓掛最糟糕的事情 你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建一個公司大老闆 你的司機你一定非常小心 因為司機 你很多重要的客人 都是在車上 都在車上講話 這些通通被司機聽到了 有李嘉誠的司機就是這樣致富的 如果他不夠忠誠 如果他沒有守口如瓶 你說這個你怎麼可能請他當你的司機呢 所以他也必須是一個訓掛的人 你才可能請他當你的司機 還有像這樣的 就是這種職位的人多的是 你的管家 你也必須是這樣子去挑 你的廚師 你也是這樣子去挑 就是還有你在公司的重要的助理 你也一定是這樣 從這個角度去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訓掛的人在社會上 我們有大量的需求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注意到說 忠誠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今天聽到我們節目還要應徵的人有福了 什麼都不要寫 你的專長興趣都不要寫 就寫忠誠 我的特色就是忠誠 我的興趣也是忠誠 我的專長也是忠誠 所以你就說我是陸戰隊退伍的 我可以為老闆坐牢講 我跟他寫簽名 坐牢如果那個牢是要看刑棋啦 90天 那反而變成說你其實今天你是去應徵你說你去訓掛就是可能會被用對不對 可是反之如果你要用一個很重要的人補到這個訓掛呢 對不對 比方說我今天要錄取一個很重要的人這個人好不好咧 所以要看你你對這個職位的設定是什麼 如果你是要 機密保保 你是要弄一個這個專案經理 那你選訓掛可能 沒有什麼重點了對不對 創意就不需要了 對那個創意你就是要用他的 財塊 對 財務 財務需要 這個就需要這個訓 所以 所以不到訓一般就是有忠誠這個傾向 所以那個財務人員這是最基本的 回到我們橘子果醬來 大橘大橘大利 老師繼續煮 好 我跟你講這個煮的時間 以五顆碰肝來說 大概是40分鐘到50分鐘 五顆大概已經一公斤了耶 超過 超過了對不對 可是你去了皮還有一公斤嘛 那你要用什麼樣的鍋子 不鏽鋼鍋 對用不鏽鋼鍋就可以 然後瓦斯開中火 先從中火開始 慢慢的它水分越來越少 你就要開始轉小火 然後就收乾 對就慢慢收乾 收到你覺得像果醬那樣子 像果醬的黏度 就差不多 然後 那你裝罐後 它要不要保什麼樣的蜜蜂 因為你有加糖嘛 加糖的比例大概是你那個 橘子重量的 譬如說三分之一就可以 我如果不要太甜 會不會影響說它的保存 一定會 一定會 我們一般因為 糖 我們做的量沒有很大嘛 我們不是要賣 做的量沒有很大 所以你大概做出來 一個月之內一定吃得掉 所以你就不要 那種 就是糖放到什麼一半 你重量的一半 那個放到重量一半 你放一年都不會壞 糖本身會防腐嗎 就會防腐嗎 那如果今天不加糖可不可以呢 就馬上吃完的話 不加糖 用它天生的甜 是也可以 但是就不久 對就是 回來了 我要投資什麼固定的標的啊 股票哪一支啊 2330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存啊 這個就不要問 你可以問財運 健康呢 也不要問 因為我們也不是孫思苗 也不是李時珍啊 這也不能問了 然後再問自己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你就問你自己的問題 國家的問題 那是國家的問題 也不用問了 好 0225099933 哇 老師那你那個果醬做好了 做好了 而且就是因為演講 由同學來當義工 學員來當義工 所以我就做果醬給大家吃 就大家都說好好吃哦 老師你說你生日的時候 你學生不是很多嗎 那他會不會一群谷理送腊肉 沒有 腊肉腊腸 我們這個辦聚會 就是我只不過提供一個理由 我讓大家吃吃喝喝 對讓大家吃吃喝喝 還好有你提供 兒子初九三 大家才有過年的感覺 很多沒有圍爐的人 就在這個時候圍爐了 然後 這個 這次我們聚會 等於是也是當喝春酒這樣子 然後也是每個人一道菜 我呢就嘗試做了冰淇淋 草莓冰淇淋 哇 你真的多才多藝啊 大成功 你要不要一個益金廚房啊 對可以哦 真的耶 冰淇淋你都會哦 冰淇淋 其實也不難 非常容易 好下次我們講冰淇淋 好來 02250999933 我們現在接call in 那麼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邊啦 那大家可以在我們不久會把我們的今天的節目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在那邊重聽 022509933 哈囉你好 喂 我有看名字球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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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拜拜